天未成 吼吼 伴随着一声苍老刺耳的售吼声 一群群漆黑鹿角比身躯还大的妖鹿 宛若赶死对一般 任凭修仙者诸多法术轰击在身上 依旧飞快奔跑 猛地撞向城墙 砰砰 经过阵法层层加固 不知道用了何种材料搭建起来的漆黑城墙 竟然在鹿角之下发出不堪的悲鸣 即 城墙之上的黑沙真君见到这一幕 脸上浮现出一层漆黑花纹 双手掐绝 无数黑则悬沙化为漫天黑色真雨落下 那些大角鹿身上的妖气防御根本无法阻挡 被刺穿之后倒闭余地 一瞬间血流成河 但忽然间 一道淡绿色的人影 自某一头倒闭的大角鹿中飞出 发出一声震天怒吼 墨绿色的妖气宛若骄龙 向黑沙真君狠狠袭来 一股恐怖的法力波动 顿时远远传播开去 是元英后期的大修士 黑沙真君心中较苦 连忙飞出自己的本命灵宝 又疯狂操纵黑则悬沙 形成一层层防御 后后 蛟龙怒吼着撞在城墙之上 那密密麻麻的阵法 竟然请客间被撞他小半 而剩余的一道道残余妖气宛若见识 从阵法缝隙之中浮现 密集穿刺 黑沙真君脸色一白 几乎要喷出一口精血 子长老何必欺负小辈 一声大喝从天位城中传出 一道元英后期的气息飞快接近 继而化为一名穿着白袍的老者形象 那一道偷袭的妖影 也落在妖族阵营之中 化为一头紫色的麒麟模样妖兽 头上两根漆黑的犄角分叉 隐隐皆引雷光 看起来异常神俊不凡 此时 这紫麒麟口土人言道 交出那个杀害我族俊秀的穆真君 此事已经惊动本族大长老 等到虚空通道足以容纳 大长老过境之时 尔等可不要后悔 呵呵 此道友莫非欺我人族无化神 若贵族大长老赶来 受到一介之力压制 不知神通还能留存几分呢 白袍老者笑嘻嘻道 至于交出穆真君 那就更是休题 穆真君为人族杀妖有功 如今我们双方互相为敌 难道我向道友要那几位杀过人族元英的妖修 道友也会给吗 哼 紫棋林冷哼一声 转身便驾驭一团紫色云彩离去 多谢杀长老相救 黑沙真君则是脸色苍白 向白袍老者行礼道谢 罢了 最近数十年 妖族进攻有些不太正常 以往五行林族也不是没有陨落过 妖族不是此种反应 看来当初道友与穆真君击杀的那头五行林族有些来历啊 杀长老呵呵一笑 老夫都要差点以为他是某位化神妖尊的嫡系血脉了 黑沙真君唯有苦笑 他也觉得那头青角林族的确关系颇大的样子 当初却没有意识到 若不是后来妖族疯狂进攻 暴露了一些东西 他们还不会生出此种猜测 若穆真君在 此时处境真是难说的 可关键是 老夫的确不知道此人究竟居于何方啊 黑沙真君心中苦闷 却无人可以述说 只能悠悠一叹 南荒 元国 混元宗 山门 黑、白、红、金、青五色轮转 化为四阶上品的武器朝元大阵 波光淋淋 竟然似乎流转往复 一般 防御力十分强悍 但此时 一片黑压压的兽朝压境 其中步伐二阶 三阶妖兽 被躲在幕后的画形妖羞驱赶着 汗不畏死地冲往大阵之中 如此不计代价地损耗 早已令此方地脉接近浩劫 毕竟 寿朝已经持续数十年了 而混元宗山门被包围 也有十数年之久 当年 方熙感应到危险 并未进入混元宗大肆劫掠 令此宗元器保存了不少 虽然灵风真君陨落 而混元宗还未来得及培养出一位新的元英真君 寿朝便突如其来 但靠着四阶上品的大阵 只要一心归缩 问题也不大 一开始之时 甚至有两头四阶化形妖修 仗着修为高身 潜入混元宗山门之内 想要一举攻破此门 结果却引动混元老祖留下的后手 五行环配合大阵反击 直接身死刀销 妖族这才知晓 五行环乃是混元宗祖师当年的本命领宝 这位元英后期的大修士乃是五行之体 祭练此宝相得益彰 早早便将之培养到了四阶巅峰 甚至半步五阶层次 带到混元老祖作画 又有一代代元英真君 耗费元英之气培养 维持住了此宝品阶 再配合大阵 勉强也能通灵化形 辅助攻击入阵大敌 此一直被混元宗秘而不宣 作为门派抵运 结果就是妖族被坑了个头破血流 两大化形妖族承受五行环 积蓄多年的威能一击 尸骨无存 不过混元宗此举 也彻底惹怒妖族 成为受朝大军围攻不休之地 如今的援国之中 青叶山会早已破产 赤血教也如风流云散 倒是将国迁入的各大元英势力 见到混元宗被围攻 同样有些幸灾乐祸 默契让混元宗顶在前面吸引火力 如此直到今日 混元宗的武器朝元大阵 也陷入不知 眼见摇摇欲坠 山门之中 扑 一柄飞箭断裂 继而铁湿地的脑袋便飞了起来 祖师堂内一片大乱 四处都是各种法宝损伤的痕迹 地面之上满是断壁残骸 显然经过一场惨烈至极的斗法 我说过 背叛失门者都要死 卫长生脸上 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儒雅 甚至头发都变得一片双白 他收回法宝 望向其余混元宗弟子 还有谁跟之前的铁湿地 一个意见 嗯 虽然此人曾经被方锡搜魂 导致神魂有创 再也难以凝结原因 但毕竟是结丹圆满修为 足以镇压全宗了 诸多混元宗弟子纷纷败道 还请掌门做主 前代掌门已经躺地上了 如今魏长生便是 名正言顺的混元宗掌门 我混元宗可以拜 但不会灭 望着剩下几位 浸若寒蝉的结丹长老 魏长生语气变得温和了一些 投降妖族绝不可取 宗门之内还有一处传颂阵 乃是上古遗留 后来经过混元祖师 简修无恙 应当能直接传颂至江国 什么 诸多结丹长老 与助基弟子洗行余色 没想到宗门还有此等底蕴 原本还以为 要与宗门共存亡了呢 如今灵脉之气不足 灵石都即将耗劫 传令下去 将秘境毁了 然后弟子分替准备逃离 魏长声望着诸多弟子离开 眼眸有些幽暗 混元宗真正的核心弟子 早在寿朝开始之前 就被安排流窜南荒各地了 如今留在宗门之中的 其实都是被放弃者 连他这个无望结英的 都同样如此 但宗门对我有传道授业之恩 不能不报 魏长生眼眸如火 已经有死至 此时他望着北方 忽然惨笑 若当年龙鱼真君并未成功凝结原鹰 混元宗北迁 一切结果不知是否会有所不同 七日之后 一个震撼的消息在原国传开 混元宗被寿朝攻破 据说会员宗带掌门相当决绝 竟然直接启动了阵法的最后手段 与众多高阶妖族同归于尽 不仅如此 会员宗掌握的最大资源 那一处秘境也自毁了 灵宝五行环更是不知下落 令妖族气得跳脚 却又偏偏无可奈何 万寿山脉 伴随着一声娇斥之声 一道如同星辰般璀璨的剑气闪过 将一头被冻僵的三阶猿猴首级斩下 功灵收回手中的法宝飞剑 望向旁边的凤冰仙 凤姐姐的冰破寒光更加犀利了呢 竟然连这头血脉非凡的班山猿都难以抵挡 只能任平宰割 不过借助外单之威罢了 凤冰仙脸上并无多少喜色 如今 玄冰宫内一枚冰破寒光外单 自然还在他手中 相当于一件极其厉害的法宝 配合自身修成的冰破寒光神通 更是相得益彰 这万寿山脉果然名不虚传 据说大部分妖兽都外出化为寿巢 内部竟然还如此凶险 这一次要劳烦妹妹了 他望着宫灵忽然开口 哎 姐姐既然接了离伤魔宫之令 不在期限内找到云杰子前辈 的确会麻烦非常的 宫灵叹息道 不过小妹愿意随姐姐前往三国 也是想考察一番 如今援国之中的寿巢愈演愈烈 竟然连混元宗都被攻破 我等小宗们更是心惊胆战 搞不好真的要搬迁至三国的避难 但这一路之上的危险也是难说 总得探索出一条安全通道才可 凤冰仙微微一笑 作为结单修士 这种取舍很是简单 而他见到混元宗的惨状 也着实被吓得不清 又搬迁玄兵宫的打算 这一次前往三国修仙界 同样有打探之意 不远处 岩壁之上 一抹土黄色的光滑忽然一闪 浮现出缩小许多的陆山龟之身影 此两女似乎主上吩咐过的 龟山手中拿着一枚玉剪 对照一番 不由暗自点头 而就在这时 他又望向二女身后某处 脸色微微一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